那今天我們要來做一個木耳人 我先把這個方塊刪掉 加一個圓,作為木耳人的頭 sufd a 加一個球 太大了,小一點 nab 12 太大了,稍微用一下 好,那這個相機呢,我們讓它容易照著木耳人的頭 做T,Track 2 這樣就會照到了 好,這個頭呢 給它光滑一下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讓 做一個木耳人的身體 用一個圓柱 sufd a 圓柱 好 然後呢 拉長 縮小 拉長 縮小 好 看一下 OK 光滑 一下 這樣子,木耳人的身體有了 好 再來呢 再來呢 我們幫木耳人 做一個 做一個手 把圓柱 把圓柱按Shift D 複製一份 按R旋轉一下 按N 按N 我的旋轉 90度就好 縮小 縮小 拉長 縮小 好,木耳人的手 只有一節的話呢 會不好動 所以我們讓它的 關節變多一點 所以我把它縮得更小 短一點 好 那這是第一節的手 Shift D 第二節的手 好 那同樣的呢 這個 兩隻手 通通都複製一下 那同樣的呢 下的D 變另外一邊的 等一下 兩隻手 中間 先給它插入一個球 當連接 當連接嗎 算了 不用 我們加一個球 然後呢 讓它當木耳人的手掌 好 手掌 好 這樣子 這是木耳人的手掌 好 OK 那 這裡 的關節 可以靠近一點 放大放大 靠近一點 這樣子 這樣子是一邊對稱的 手掌出來了 那 我現在要做另外一邊 好 按 Shift D 複製一份 但是反了 按 Rotation 旋轉 按G 移動一下 末人的 末人的兩隻手 接下來呢 一樣用這樣的方式做腳 按Shift D 然後呢 按 這樣 好 這就是末人的腳 好 再旋轉一下 好 兩隻腳也有了 這樣按F12 OK 現在的整個末人呢 沒有辦法在鏡頭裡面 我把鏡頭拉遠一點 好 這樣子 好多了 現在 還有 鏡頭的角度調整一下 好 可以看到末人了 可以看到末人了 那 正時 暫停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